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要饶恕 你知道我经历过什么吗 我就跟你分享我小留学生的经历 其实就是在那一年 我搬到东岸跟我阿姨住的那一年 那一年大概是我人生当中最惨痛的一年 那一年发生什么事 那一年其实我是国二 你知道国中生 他比较没有发展同理心的 大概到高中以后才会发展同理心 所以当国中生他捉弄对方的时候 其实他所用的方式是你 没有办法想起来 就是很过活 就是完全没有界限 那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 我其实是国二 可是我个子又很矮小 那我都不会英文 我英文很糟糕 那我上课的时候 我们班上 我们全校 大概只有另外一个华人 整个学校都是白人 就是美国人 所以我们学校连ESL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都没有 所以我就变成是什么东西都要跟一般的人 就是连英文课都要跟一般人上课 我根本就跟不上别人 就跟不上别人 所以我每一天上课的时候 我都需要带一本字典 就是那个中英对照 英中对照的字典 那那个时候又没有所谓的电子字典那种东西 那你知道我没有那个东西 我就根本就不知道上课在上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写答案 写功课等等这些东西 那我们我的同学他们就会捉弄我 捉弄我的方式 你没有办法想象 他们会拿着我的字典 他们上面写的各种污蔑的脏话在我的上面 然后他们有时候会丢来丢去 就是不给我有字典 或者是在PE的时候 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locker room 我们在换衣间的时候 他们会说我们用 英文叫做tow fight 就是用毛巾来打来打去 那通常打来打去 最后就是把我一个人弄到角落 全部人在打我 全部人喜欢 所以我那一年 每一天上课的时候 是只能用战战兢兢来表达 来描述 我真的那一年很痛苦 很痛苦很痛 所以在那样的痛苦当中 你知道常常一个人躲在棉被里面哭 我就哭 我说神啊 为什么 我又没有做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为什么 我不懂为什么 神经不说你爱我吗 为什么这个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 为什么 我就一个人在棉被里面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我也不敢跟我的父母亲讲 因为怕他们担心 那迅光牧师光哥 他那时候在高中 所以他也不知道发生这件事情 我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我就一个人躲在棉被里面哭 我就很难过很难过 每一天上课都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那一年完全改变我的生命 我过去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 那一年让我变得非常的自卑 我过去是非常有 就是我是一个开心果 我常常会逗人家笑 那一年我变得非常的 我整个性格都改变 因为那一年发生的事情 但是就像刚才你讲的 那一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我发奋图强 我每一天几乎被二十几个英文单字 很多人会说 我训证牧师的英文怎么那么好 我的英文好是因为那一年 我就发奋图强 我就把英文好好的学好 所以我英文进步非常快 一年之后 我的母亲打电话给我们说 你们英文学得怎么样 我们学得很好 她说那你们还要继续留在那边 那还是要回到加州 我们就说回到加州 我会觉得说 当我回到加州的时候 我以为我已经离开那个环境 可是那个伤口 其实我没有离开 我还是在自卑的里面 我还是在这样一个苦毒当中 所以我后来甚至发现一个状况 就是当我还没有真实饶恕的时候 我发现我变成跟那些伤害我的人一样 我被他们的毒沾染 因为不饶恕 我被他们的毒沾染 我开始去捉弄别人 嘲笑别人 贬低别人 那就变成我的一个行为模式在当中 所以你看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不饶恕 其实对我们生命当中是有很大的亏损 但是我回头刚才讲 当牧师讲说饶恕饶恕饶恕 我就说你懂什么 你知道我所经历的 刚才我是没有错 有些的伤痛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带来的伤害 可是这很明显的就不是我的错 就不是我的错 我凭什么 你说饶恕 我就要饶恕 John 你一讲这个事情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悟 我在国中的时候 我的父亲因为做生意的关系 然后可能跟别人之间有一点误解 那么对方就想要来杀我的 拿着刀谢 然后来到我爸爸妈妈的公司 然后他们事实上可能是要来拿钱 是要来要钱的 然后当时我的父母亲正好不在国内 只有一段时间 我好几天 我父母亲在国外的时候 我都没有办法去上学 因为我看到他们拿着那些刀子的样子 然后我非常害怕被找到 那等到我的父亲回来之后 那我的父亲就到法院去告这些 他们想要武力来得到金钱的人 来勒索金钱的人 事实上他们是要来勒索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我家隔壁的孩子就被绑架了 你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 台湾才能发生绑架 然后他就问他说 他讲的这个特征 他们想要绑的可能是我 他们绑错了 他们绑错了 绑到隔壁 然后那个孩子就隔了一天被放回来 你知道那个恐惧感在我里面有多么强吗 有时候我看到他们拿着刀子到公司里面去 然后我家隔壁的人被绑架 但是我的父亲觉得我们是有道理的 对方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所以他在法院起诉的时候 他也没有请律师 因为他也不懂法律 他也不懂得怎么样收集证据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后就输了这个官司 就输了这个官司 但是从我的父亲的角度 他认为说 这个司法是不公正的 司法是不公正的 他觉得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去 做贿落或者是什么样的事 那么当时在我的心里面 我觉得这个司法不公正 让我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念头 就是我对于这些犯罪的人充满了愤怒 这是为什么你要做律师 对 这是为什么我进去法律系的原因 你知道我从高中的时候 我就立定了行之 我就觉得我要把这个人生之以法 我要把这个伤害我的家庭 然后向我们家庭勒索 然后威胁我们 然后但是却没有 在法庭上却没有办法定罪的这个人 我要把他生之以法 所以我是为了这样子的目的 进到法律系里面 不是因为理想 不是因为梦想 不是因为喜欢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公义的人 然后你知道 对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我觉得产生很大的愤怒 而且我有时候 看到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会顿时之间 一次那个怒气就到顶点 到顶点 有时候以前等公车 然后插队 就是说要插队 然后在那个捷运上 我就是所谓的 现在在网上叫做正义魔人 有时候看到那个 坐捷运的时候 然后看到一个人坐在那边 然后吃东西 孕妇在那前面 然后我就说 请你让位置给这个孕妇 然后那个人还不理我 我就说 请你让位置给这个孕妇 然后孕妇也说 有关系 我快到了 我说不行 我要来捷运这个问题 不是你这样子不让孕妇 你不觉得丢脸吗 你不觉得丢脸 然后那个时候 干你啥事啊 然后我们就在捷运上吵架 但是你知道 我发现 你知道我里面 这个不饶恕 其实他几乎可能会毁了我的一生 因为我去选择我人生的专业职业的时候 并不是基于我的梦想 理想或喜爱 是基于一种愤怒 基于一种对过去的伤害 所带出来的一个反应 所以你刚刚讲说 你被那些人霸凌之后 你也开始去这样子欺负别人 捉弄别人 那么我被这样子的伤害之后 我就开始觉得我要去伸张正义 一开始看起来像是正面 其实是完完全对我生命中是负面 我记得我到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 再参加一个营会 然后当时在台上讲 就说你有没有一个你不饶恕的人 当时我就立刻想到这个 要来我的家里面威胁 我们跟我们勒索的这个人 然后他就说 现在你想这个人 你把他紧紧地抓在你的手里 我就很用力地抓 我真的好像快要 他好像在手中 我要把他捏爆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我的指甲都深陷到我的手里面去了 很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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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说 你想办法你可以把他抓住多久 这样我就抓了很久 可是真的 后来手非常的酸 而且很痛 他说你现在是做一件事情 你放手 他说我放手的时候 就好像我现在的手 你看我的指甲都已经烙印在 这个指甲都已经烙印在我的手掌上面 我放手真的觉得很舒服 他说这就是你饶恕的感觉 他说你不饶恕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很痛苦 哇 你知道我紧紧地抓着 我的人紧绷 我心脏跳得很快 我的手很紧 可是当我放开一瞬间 我整个人放手 就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圣灵就在我的心里面工作 我就真的饶恕了那个人 其实我根本不记得那个人的名字 那个人就是在那一次之后 他再也没有跟我们家有什么样的关系 可是我就想 那个恨在我的心里面 那个不饶恕 愤怒苦度 在我心里面持续那么多年 就那瞬间 放掉这一切 然后我觉得我的心里面 好舒坦哦 以前我的目标就是 我要做一个检察官打击犯罪 其实我的刑法很差 我的刑事诉讼法很差 我也是一直说我要打击犯罪 我要打击犯罪 你要做击犯罪 那时候我就觉得原谅人 你知道有一句话这样讲 他说选择报复 而不是饶恕的人 事实上是挖掘两个坟墓 一个个对方 一个个自己 所以其实选择饶恕 不是释放他得到自由 不不不 他还是要去面对法律 他还是要去面对上帝 他还是要去面对上帝的审判 但那只代表一件事情 我可以的自由 哇太棒了